在14号的时候,在芝加哥发生了一起枪击案 也造成了一名16岁的少年重担身亡 相比起其他的枪击案,这个死亡人数算是最少的 那为什么要讲这件事呢? 因为在我查找新闻的过程当中 看到那里的景象,真的让我感觉到不寒而栗 在5月14号的那一天,有大批的人聚集到了芝加哥的市中心 警方通报说,是因为有人在网上发布了一条信息 号召大家来到市中心聚集,于是这些年轻人就都去了 他们到了那里之后,游行,唱歌,跳舞 手里还拿着蓝牙播放器,大声的播放音乐 他们走到街上去围堵交通,用脚踢,用水平丢路过的汽车 他们一群人爬到一辆汽车上面,不知道都围着那个汽车在干嘛 这一切实在都太诡异了,我甚至都根本不知道要怎么解释 那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当场的画面 Saturday in Chicago, by the numbers, 2016's arrested, four adults arrested, six curfew citations issued but the violence still rippling through the loop Monday three shootings, one fatal, this 16-year-old boy shot and killed steps from the bean 芝加哥到底怎么了 这些年轻人到底怎么了 不是谁能告诉我 他们到底在干嘛 在事发的当时 住在街边公寓里的人 从楼上看下去 那是看得一清二楚 这位大哥跟大姐根本就受不了了 我们听听他们怎么说 这些年轻人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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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9岁的女孩站在街中间Tworking,堵住了交通,就是在这样的骚乱中,年仅16岁的男生不幸被枪击丧命,她遇难的地方呢,就是芝加哥的一个景点,千禧公园的大纲斗下面, 杀人嫌犯是一名17岁的青少年,这个青少年现在已经被控二级谋杀。芝加哥这个城市在市长Laurie Life上任之后,暴力犯罪和凶杀急剧上升,在去年凶杀案一共有797起,创了本世纪以来的新高,这个数字是洛杉矶的两倍,超过了纽约市近300起。 针对这样恶劣的环境和重担身亡的少年,聪明的芝加哥市长想出了一个终极解决办法,他为了制止这一切继续恶化,在周一发布了一条行政命令, 这条行政命令就是,周末的时候,所有的未成年人晚上10点以后不许出门。 芝加哥市长的通讯副主任发推特说,在芝加哥,现在对年轻人的宵禁是周末晚上11点,今天我要签署一个行政命令,把宵禁的时间提前一个小时,从晚上10点就开始。 这个行政命令到底有什么用?晚上10点?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个暴乱发生的时间是晚上7点半,请问你这个宵禁到底有什么用? 现在他们开始问了,说,这些孩子怎么出来捣乱呢?家长在哪里呀?家长?家长已经被我们现在的民主党政府定型为国内暴力恐怖分子了呀? 家长已经被告知说,你们不要参与在孩子的教育中间,你没有发言权,你只要把你的小孩交给老师,交给国家,交给政府,你就不需要再管了。 那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些孩子都是进步的产物,都是在左派自由下生长出来的结果。 很瘴虚,你是好,找真的是我的老师, Iceed Imperial啊。 簽的上帧位都会的话。